如果有一些人他结婚他选择不要有孩子 那是他选择 我当然是同样的会尊重他的选择 我会觉得那是他的人生 也不会说个别的批判他 不过我本身是如果是宏观的价值观 我是觉得结婚就是要生孩子 现代人如果结婚 他的结婚并不是为了成家立士 或者是养儿烦恼 或者是以后老了有人陪伴 那我觉得因为现在都是个别独立的人格 更多的人如果是他无论选择结婚不结婚 都是在于他要享受他的生命 我们最从小的其实我们都被灌输什么呢 都被灌输王子跟公主终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故事呢 它就是一个结局 可是写这个故事 童话故事的人 他不敢写王子跟公主 他结婚之后的生活 很多外面的女人对我来讲 他们是越老条件越少 我反而是相反 越老我的人生资历越多 我的要求越高 这个高比较倾向于不是物质上面 因为物质上面我知道我自己已经可以养活自己 但是比较倾向于那个就是精神上 你总不能找一个人是时常和你吵架然后人生三观和你不相符的 我们整个社会里面存在这两种观点 这两种观点背后的影子呢就是一个是传统的观念 一个是现代的观念 那传统的观念 刚才永乐老师就表达的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 其实你婚姻就是一个你必须应该经历的一件事情 这个很传统的这种观念 在我们今天来讲不在少数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在出现的变化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就是经济方面的发展 科技方面的发展 我们这个经济结构 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改变 也使得现代的人呢 产生了对婚姻的另外一种看法 婚姻与不婚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今天的课题是成家续后 育子继承结婚子徒一个类子 我是主持之一的加瑪 我是媒体人 我是德雷辛学硕士 秋子生命学院的主持人 然后也是身心咨询师 秋子 大家好 我是松鼠和人类性学硕士 大家晚上好 我们今天就非常非常高兴 和兴奋的邀请了两位 很特别的嘉宾 那他们就是安提趴一趴的两位这个主持 一位是我认识很久的朋友 军心 另外一位是刘永乐老师 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这个非常有意思有趣的节目 那要不要军心和永乐你们各自稍微对自己的风格做点介绍呢 军心 要介绍自己我很少 首先我今天的网速实在是太糟糕了 刚才是推出去因为我的有电话进来 然后我就就这样子不见去了了 OK 然后我现在又进来 军心是出名是我骂人的 我现在很喜欢骂人的脾气很暴躁了哈 你叫我介绍我自己我只知道我的臭脾气很坏 OK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我捍卫我的原则啊 这样子了我没有太大的太多的自我介绍 你们随便怎样可以诠释我就是怎样哦 嗯嗯 永乐老师 李永乐老师什么风格啊 好像是没有什么风格哦 就是这样啊 没有风格就是我的风格 啊哈哈哈哈 阿老师你叉我妹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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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看到了吗 这风格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啊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讨论这个节目呢 就很有风格也可能会很有果花啊 好 《圆归正传》 我们今天的课题呢 是要讲啊 我们整个系列就是婚姻与不婚 你怎么说整个系列下面呢 我们今天应该是来到第五期的啊 那么这个今天的课题要谈成家 续后一子继承 结婚呢指出一个类子 从题目上看上去好像有点负面啊 其实对于结婚这件事呢 完全是成两极的 怎么讲两极呢 就是说之前我们也说过嘛 结婚是个城堡嘛 有些人要冲进去 有些人要跑出来 逃出来 但是为什么要冲进去呢 就是说这些人呢 其实对这种成家 续后 育子 是继承 这些看上去比较繁琐的事情呢 是有很强烈的憧憬的 所以他们就没有关系 他们觉得既然想要结婚嘛 就应该想好了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现实的挑战 去做好这些事情啊 那另外一部分人呢认为其实我的人生呢 我的自由呢可能最重要 那我的生活质量可能最重要 甚至呢我自己所能够承担的责任呢 可能没有那么大或者也不想承担那么大的责任 所以呢我觉得到头来如果要陷入到一个这样子非常尴尬的陷阱的话呢 不如我就干脆放弃了我就不结婚 但更多的人呢是抱着一个弹劾的这个心情进入了婚姻 结果婚姻之后呢 走过一段时间呢 可能会遍体临上头破血流 才能真正意识到什么是成家续后 或者是育子养儿育女啊 这样继承这样的这件事情 甚至还有更多的事情 比如说家庭关系啊 婆媳关系啊等等的两个家庭之间的这些问题啊 感情上面的那些纠结啊 一系列的这些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呢 就要重点讨论这个方面的课题 然后我们请这个永乐老师来 你表达一下对这个课题你怎么看 好因为我是觉得军心的那个网线应该是不好 所以我是觉得呢 如果是遇到对的人啦 OK如果是年轻的时候 或者是任何一个年龄 就是遇到对的人就快快结婚去咯 如果没有遇到对的人呢 就不要勉强自己 就这样简单 那你觉得这种婚姻里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生孩子啊 养儿育女啊 然后这些财产啊 这些东西在婚姻里面 比如说如果给你来考虑这个婚姻的话 它占多大的比重 不能完全没有啊 不是很大的比重啊 不不能完全没有啊 就还是会有的啦 还是会有啊 对啊 因为柴米油盐这样出茶还是很重要的 还是很重要的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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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就是结婚之后呢 你就自然而然的 你就要投身到这个柴米油盐里面去 还不只是柴米油盐 更大的责任应该我觉得了 更大的责任应该可能是 你要不要孩子啊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要几个孩子啊 然后这孩子生下来之后 你们怎么抚养他呀 那抚养他的时候 你们这个经济上 有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准备用多大的这个 什么用多大的努力啊 去来抚养你的孩子 想把孩子批养成什么样子的人等等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 夫妇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崇击 那照你看啊 你包括你周围的人 他们对这些很现实的东西 有些什么样子的 什么考虑或者期待 我是很传统的 我是觉得要结婚一定要有孩子的 当然如果有一些人 他结婚他选择不要有孩子 那是他选择 我当然是同样的 我会尊重他的选择 我会觉得那是他的人生 也不会说个别的批判他 不过我本身是 如果是宏观的价值观 我是觉得 结婚就是要生孩子啊 就这么简单 宏观的是这样讲 个别的话呢 有些人他的选择 就是他的价值观 可能他的一生 我有个学生 他的成长岁也太苦了 所以变成 他开始 他结婚的时候 不要有孩子的 因为他娶的是一个中国姑娘 所以他的 就是他的老婆的爸爸妈妈 就跟他讲说 如果没有孩子的话 有一天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走了 你留下你老婆一个人 因为中国是一胎子 他老婆没有兄弟姐妹 那他怎么办 你是不是要留下一个孩子 陪伴他这样东西 OK 这样的话呢 他就打破了他的价值观 他就生了 生了第一胎 生了第一胎过后呢 就是他觉得 生了第一胎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孩子一出事啊 他生命中就完全充满孩子啊 所以呢 后来呢 就是他觉得 如果他们两个老去啊 他唯一的孩子没有兄弟姐妹哦 怎么办 因为马来西亚不是一胎子吗 他老婆已经来马来西亚定居了嘛 所以呢 他就决定再生第二个 最近第二个又出事了 很幸福这样东西 所以他本来是不要的 他本来是不要的 我一听到他讲 他不要孩子的时候 我有一点吓到 不过他讲老师 人生太苦了 就他成长的岁月的时候很苦啦 他不想孩子出事 跟他一样承受各种各样的苦 不过现在全部东西都 都已经两个孩子了 都很OK啊 都很好啊 这样的 我个人的家庭方式 结婚一定要生孩子的 OK 如果不要的话 别人的看自己选择是OK的 对对对 我在猜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自己本身的经济能力还不错 可能是不是这样子 或者他太太这方面的家庭 非常好 他跟他太太两个人的经济能力都非常好 OK 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经济能力 其实是决定他们很多事情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如果经济能力还不能够达到这个的话 可能我们所说的那些焦虑才会呈现出来 如果经济能力已经达到了 已经可以解决了 这些焦虑自然可能就没有了 好 我们请邱子来说说看 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是客观的认知 这种认知 那么我们也有一种刻板的认知 就是结婚生子 就是人生不得不经历过的 那是旧有的社会 可是现代人如果结婚 他的结婚并不是为了成家立事 或者是养儿烦恼 或者是以后老了有人陪伴 那我觉得因为现在都是个别独立的人格 更多的人如果是他无论选择结婚不结婚 都是在于他要享受他的生命 包括如果是如果会有经历些什么 如果经过思考 经过安排 是他们愿意去克服 或者是不想去面对 而享受二人世界 我觉得这都可以的 所以目前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人类结婚和不结婚 怎么样是理解到是 由我自己自主意去决定 那才是最至关重要的东西 好的 苏和 我觉得这个婚姻 其实是非常的现实的问题 所以你的那个最后 那个结婚子涂个泪 我都是很赞成的 我相信这一些 你的那个题目其实真的是肺腹自言 所以当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 我们往往很喜欢把它用幸福这个字 把它挂钩 就是幸福的婚姻 我们甚至看那些婚姻的祝福语里面 结婚的祝福语里面都是什么 美满婚姻 早生贵子 恩恩爱爱 白头偕老 都是这样子的一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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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词 好 我们最 从小的其实 我们都被灌输什么呢 都被灌输 王子跟公主 终于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故事呢 它就是一个结局 可是写这个故事 童话故事的人 他不敢写 王子跟公主 他结婚之后的生活 可是现实里面 我们都看到了 看到了什么呢 就是之前的那个 以前的那个 戴安娜王妃跟那个什么 查理士王子 他们的婚姻 从那个童话故事 不只是 英国人 全英国的人 在祝福着他们 在期盼着 这个幸福的婚姻 连我们这些 不是英国的人 全世界的人 都在看这一段婚姻 那个印象还有 就坐着那个马车 而且那种文 他的那种接文 还有那个分杀 都是很令人羡慕的 可是一进入婚姻 现实就来的 不管他是高高在上的 公主动王子 或者是那种血缘 比较 我是说他们的那种 血土比较高贵的人 跟我们这些 贱民 就是最低层的人 结的婚 一旦那个婚姻 都跑不出常态 所谓常态是什么 婆媳不合 看到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出轨 还有教养孩子 还有生儿子来继承 我们最低层的人 继承什么 继承我家中的那些 劳力的工作 那么再有钱一点的 就继承他的财产 那么像这种的就是 继承他的王位 但是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 结局是什么 其中一个 就是说命上 命上还钱 就是去世了 那么几乎都是 差不多结局了 那很多人其实都在追求 追求什么 追求那个幸福感 就是说我爱上一个人 我就是要跟他结婚 然后有儿有女 简简单单的生活 那就是幸福 可是婚姻里面 不是我们想象中 这么的简单的 它是一份责任跟义务 它像我们付出很辛苦 去经营的一段 这个这一辈子的婚姻 在努力的打聘中 我们往往是怎样 非常就是一定很难去承受 在很难承受的时候 我们就会怎么样 就会半途而废 那有一些人很难承受 承受不住的 可是他还是可以走到 最后人生的结束 因为就像一个行事 走肉一样 找不到自己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条路 我是认为说 它真的不只是一个类质 而且也包括了无奈跟委屈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是有点好奇 你们这两位嘉宾 当一个现代的女性 当一个现代的女性 你们又是未婚 对吧 所以你们对婚姻 是带有什么样的期待 你会走进婚姻的殿堂吗 好 刚才 刚才军心 他又先游了一阵子 现在回来 对 我环球世界一回了 现在我就回来了 OK 因为外面今天下午已经是乌云密布了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 我没有想到这么糟糕罢了 OK 婚姻殿堂 我觉得要看时间 这不是时间 就是说年纪 我年轻的时候 我很想嫁人的 坦白讲 我年轻的时候 我有个梦的 十几岁开始 就想到 我最好的结婚年龄 是24岁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嫁得出 然后到24岁的时候 又没有遇到想要嫁的人 然后再久一点的时候 然后又觉得我要求那些遇到的人 又不是我的要求 所以到现在是没有想过 没有了这个梦想的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那么多人是在这个时候选择不结婚 因为人家很多女人 很多外面的女人对我来讲 她们是越老 条件越少 我反而是相反 越老 我的人生资历越多 我的要求越高 这个高可以是 比较倾向于 不是物质上面了 因为物质上面 我知道我自己已经可以养活自己 但是比较倾向于那个就是 精神上 你总不能找一个人 是时常和你吵架 然后人生 那个三观 和你不相符的 你认为A是对的 然后他跟你说 你的是错的 然后每天都是为了吵架 那这样子的这三观 怎样来组织家庭呢 组织不了的 对我来讲 OK 这个就是现代女性的看法 她们的观念就是这样 我稍微分析一下 你们之前所谈的这些意见 我可以明显地感到 就是说 第一 就是我们实际上 现在在我们整个社会里面 存在着两种观点 两种观念 这两种观念背后的影子呢 就是一个是传统的观念 一个是现代的观念 那传统的观念 刚才永乐老师就表达的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 其实你婚姻就是一个 你必须应该经历的一件事情 你人生就应该经历这么一件事情 好与不好 对与不对 反正你应该去经历这件事情 但我们描述的 宗教描述的也好 或者是社会描述的也好 都是告诉你婚姻都是很美好 然后你就应该去经历这么一个婚姻 其实这个很传统的这种观念 在我们今天来讲不在少数 我相信是在多数 超过一半以上 还仍然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看法 而且这种传统的看法呢 不仅是发生在年纪大的 五六十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 也在这个中年人和青年人中间 也占相当大的一个比重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在出现的变化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 就是经济方面的发展 科技方面的发展 我们这个经济结构 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改变 也使得现代的人产生了对婚姻的另外一种看法 这另外一种看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现代的人 他觉得比婚姻更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他的自由 他的独立 他的生活品质 是比婚姻更有价值的东西 他认为就是婚姻里面的东西呢 一部分东西呢 我其实并不需要通过婚姻来取得 我可以取得 比如说我找一个女朋友 我恋爱 我有性生活 这些东西不一定要在婚姻里面来取得 甚至孩子也不一定在婚姻里面来取得 我可以领养一个孩子 我可以人工怀孕一个孩子 都有可能 这之前的故事前两期我们也听过 人家是怎么讲的 但是你要回到一些 比如说你需要自由的这一块 你个人的自由的这一块 那你还需要这个个人发展的这一块 往往婚姻呢 就是一个主案 一个束缚 所以结婚之后他们的想法 在结婚之后 双方的家庭之间呢 是有千丝万里的联系的 每次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 你知道去拜长辈啊 要打点很多的这些红包啊 所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人情关系 你要得维系啊 比如说你现在你很多的同学 同学的这个孩子要结婚了 你要打红包了 这在中国啊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需不需要了啊 那同学的孩子生孩子 也要打红包了 然后就是然后同学 就问你到了六十几岁 这同学的孩子又生了孙子了 又要给红包了 那这样子就是他每次的这个支出都会很多 所以年轻的一代看到 哇这些人有这么多的这种 关系啊需要去维系啊 太多的这种疏忽就是他人生的自由 包括他财务上的也受到一些影响 同时呢另外一个方面呢 你比如说有些人就想到有一段关系 然后这段关系就是一种身份 就是会直接 比如说你在婚姻里面呢 我有妻子我有什么我有家庭啊 他会直接影响到他在外面处事的方式和抉择 所以这些呢 他比如说有一个工作机会 那么本来你不需要考虑其他的东西 自己说去就可以去了 但是现在呢你就必须要考虑要我结婚了 我成家了我的妻子在这里 我只能在这个城市工作 我不能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 如果去的话我就要两地分居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需要考虑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 就造成的传统的跟现代的这个人 对婚姻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现代人的这种看法呢 因为它是一个趋势 它是一个趋势 趋势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我们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越来越多的人对婚姻的这个看法是改变了 当然大多数的人还是维系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东西 那么有些人就会质疑我们说 那你为什么不站在维护传统的这个方面去努力 反而呢一直在宣扬这些什么 对婚姻有某种恐惧 对个人的自由有太多的这个要求 或者对个人的发展要描述的 要怎么困难这样子的一种相对比较负面的这种看法呢 其实不是 其实这些发展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它逐渐逐渐就会迈到那一个步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随着人口老年化的这个发展 社会的发展 为了就是今天的中国 今天的台湾 今天的日本韩国 是一个什么模式 是一个什么样 他们的年轻人对婚姻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它就直接影射到我们这个社会 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会出现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提前把它说出来 对大家有一个提前的这个准备 我先说这么多 秋子你要帮我补充一下 可以 我两天前才看了一些所谓的预言家 可是这些预言家并不是那种迷信的 就是对整个社会经济政治都有很多的了解 也包括科技 那么也说了未来的这种种迹象 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 尤其疫情过后 也包括人工智能 那我们发现到 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会需要有关系 就是一种陪伴 可是你也发现到 现在更精细的一些人工智能 它也可以给我们很多陪伴 就好像现在每个人最大的陪伴 应该是自己的手机和电脑 对不对 在这个疫情期间 最亲密的爱人 就是你的手机和电脑 那我们其实我觉得 就算是通过真实的人与人之间 互动的关系 很有趣 我们人不过是想亲近的是自己里面 可是我们需要透过外面的投射物 来看到里面 那么当我们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机会 窝在家里 名正言顺的用电脑和手机 我觉得当你在里面去挖自己 碰触自己到已经觉得很没有意义的时候 你就会恢复想渴望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沟通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才是开始真正去学习 去爱和去跟人互动的开始 所以一些所谓的这些议员家就说了 未来的生命迹象 人们肯定是追求精神上有更多的互动 因为以后未来的人去旅行 甚至可以不用到那个地方 你只要带上一个VCR然后电脑 你就可以生力其境 可以嗅到那个味道 甚至可以摸到那个东西 所以如果是人发展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渴望什么 我觉得我们就会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 对很多东西就不是混沌吞澡 什么粗糙的东西都吞下去 包括资讯上的 网络上的资讯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学习 真正的开始去品尝生命或品尝我们自己 我可能好像讲到有点深 可是这是未来不得不走近的趋势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混乱 市场上 市场上 然后团体上 经济上 都是正常的 可是我觉得未来都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自己是否踏上了那班车 去看到这个点和去学习 去开发自己这一块 我们以为不实际不接地气的 事实上是未来占了你人生的一半 那你以为真实的会在你手上涌解 那么这些东西怎么去造成一个桥梁去寻接 这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去了解 包括所谓的元宇宙 这是我当时到这 军行刚才你提到你自己的经历 其实我也认为也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经历 所以为什么现在在大陆就是广泛的用的一个词 叫做圣语 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哎呦 我认得我不觉得这个是一扁一词 因为因为胜不胜 我说了算 可能是这个原因 还有就是人最糟糕 我觉得一个人人类最糟糕 不是因为别人怎么看他 而是他怎么在自己的价值里面 创造更大的价值 也是可以说是价值 要不然外面没有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不断的刷存在感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他自己的存在感 他是被需要的 但是当我们的精神 或者是某个思想程度 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或者不算是高度 可以说是一个阶层 达到了一个阶层的时候 我们不再需要别人的认同的时候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追逐 那些不属于我们本来就该拥有的 其实我因为我刚才去环游世界了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我刚才有一个点 我想回一回加码你的 你说到了传统 为什么我们不站出来维护传统 我在很多程度之上 你可以讲我们这类选择不结婚的女人 或者是男人都好 是比较自私的 或者某程度上我们是觉得有必要 让自己活得开心 如果当我们很努力的为了对方 另外一半去牺牲我们的所谓的不开心的时候 那是一个我委屈求纯 为的是什么 每个女人其实我可以讲 每个女人都很爱很想要结婚的 他又被神给抓住了 就把他定在那里 那我就借着军心所说的这一点 其实我满意军心所谈到的这一点 就是他当现在的人 他更加强调他自己的独立的个性 就像军心这样 他更加强调他自己独立的个性 那他强调他独立的个性的时候 很明显 往往一旦你动了 反正你动了这个感情情感的这个时候 你就其实已经谈不上你自己有多独立 你没法说你自己独立的 想要一个完整的人格独立的话 你就不得不需要 这个你其实你不需要别人的这个感情 跟他维系着你自己的这个 要不然你就失去了独立 你也不需要别人来哄你 或者来宠爱你 因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的经济是独立的 你的社交是独立的 所以你这样子才塑造了一个独立的人 就是我简单的看军心他自己表现的 就是一个独立的 他这个独立人格其实背后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块 就是他首先是经济上面的独立 他完全能够就是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为他手上经济独立的这个大权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 但是如果这个经济独立的这个大权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的人 他可能还在寻求的 因为之前前几天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朋友跟我聊 他告诉我 你知道吗 我身边的这些女人 因为他是一个空姐 他告诉我 他说我身边的这些女人 他结婚为的是什么 我说为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不是为了一个家庭吗 不 他告诉我 他说这些女人结婚都是为了打抢 为什么是打抢呢 他就给我讲了很多的故事 他们这些空姐 他就跟什么什么人们结婚了 二十几次就结了婚了 然后这个一个一个的 可以都证明他们不但是结了婚 而且是打抢成功了 然后他从他的这个丈夫那边 刮到了很多的这些资源 逐步逐步的把这些资源呢 就给自己的母亲啊 父母啊 兄弟姐妹啊 什么都可以 然后他的内心是很明确的 他的结婚的目的就是这样 他一旦这个东西完成了 甚至他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离婚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前夫 他的这个丈夫比他大出了可能二十岁 三十四这样子的一个年龄 对吧 所以他说他就跟他的这个朋友说 OK啊 那我还为什么还不离婚 还要跟着他 他都比我大那么多 还不知道哪里也死了 反正财产我也拿到他不少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很简单的一个思维 但这思维我当然认为是不对的 至少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太对的 但不得不说的是在现实中间这个是存在的 为什么军心他说他现在虽然是一个圣女 他不觉得这圣女是一个贬义词 而且我现在享受我现在圣女的这个地位 这个位置 而且呢我很珍惜这个位置 我不愿随时随随便便就是上时圣女的这个位置 所以当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对他自己的财务 对他自己的这个能力有一个认可 有一个认可 而且那么为什么比比他比较年龄轻的 比较小的 他二十几岁他有一定的条件呢 这个时候我在想他可能是觉得他的青春 要不他的美貌 能够能够能够在一个婚姻里面 体现他自己本身的那个价值在那个地方 那所以他可能他会要要价高 可能会我要多一点的 或者给我老公给我买个房子啊 或者我要多一点的什么金钱的一些 上面的收入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但是你注意到没有 就他们呢就是想要通过这个结婚 刚才我讲的 刚才我讲的去得到某一种补偿 这是他们的想法 但是呢有很多人呢 他确实是在经济上呢 有这个独立性的这些这些人呢 他就觉得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靠别人 我只需要自己努力 而且甚至我觉得 我不结婚我还可以有其他方面的情感 我还可以有男女朋友 可以跟他们一起约了出去玩 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有些人也会有这样的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一个女性的朋友 她的想法就很简单 她现在年轻 她从20岁 玩到40多岁的时候 她想结婚了 为什么 她觉得我该烂漫的烂漫了 该玩的玩了 这中间也有过很多的男性的朋友 这些朋友也都有了 那现在呢觉得年纪大了 可能不能再这样子玩下去了 那现在就踏踏实实的想安静下来 想结个婚找一个老公去嫁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自私 但是呢就是她有很明确的这个目标 她去规划她自己的生活 她非常明确的这样子目标 那我就不知道这些东西好还是不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永乐老师 你是这个基督徒 你也是处于一种比较保守的 你刚才听了我讲了现实生活中 这样多的这些故事 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是人类的悲哀 因为如果是一看回圣经 创世纪那边就讲 当亚当遇到那个夏娃的时候 还看到就是你是我的古中古 你是我的肉中肉 所以一个婚姻关系 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关系 夏娃是在亚当的心中 就是他的古中古 他的肉中肉 我们的古我们的肉 如果被吃到痛的话 两个人一起痛的这样的东西 不过现在呢就一种情况很多 就是说那个上帝给的高度 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呢我们就委屈求全 就变成一纸和约 OK一纸和约也不行了 你用感情用灵魂都不能 证明彼此相爱的时候呢 就用物质 所以你当整个东西 已经去到物质的时候 已经是去到最low的level 你知道吗 我是你老婆 你的财产 有一半是我的名下吗 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 那还谈后面的其他东西 什么古中古肉中肉 已经是 这个是 人类已经去到很悲哀的情况 当上帝赐下那个婚姻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行约圣经 格林多 不论是前书还是后书 他那边有讲 女人 如果你是屈子的话 你一定要听丈夫的话的 所以很多 很多基督徒的女人 就是要很顺服丈夫咯 不过你要知道哦 当然一个男子 他娶到一个 凡事都听自己话的女人 是很好的 不过后面还有一句 丈夫要怎样对待妻子 丈夫对待妻子呢 就好像耶稣基督 对待教会 你要知道耶稣基督 怎样对待教会 他是为教会死在十字架上的 所以当你要你的老婆 完全听的时候 你就要看 你爱你老婆 有没有爱到可以为她死 因为很多人哦 他们就是包括基督徒 非基督徒很多都就这样 像那个邓秀 还有那个邓秀文啊 还有那个 就是很多基督徒的那些女明星啊 她老公出轨啊 到最后都原谅 圣经是叫我们原谅的 OK 我们女人呢 就是说 不管是邓秀文也好 或者是 邓秀文跟许子安的 可以是追够力了 她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吗 所以邓秀文有做到 她身为一个女基督徒的 一个信徒 她有听 就是我看圣经有听那个话 就是说她原谅她丈夫 她包容她的丈夫 她顺服她的丈夫 不过一种情况 圣经里面还有下半句的 丈夫要爱妻子 爱到什么程度 就好像耶稣爱教会 耶稣讲爱教会 她就是为教会死在十字架上的 所以如果夫妻都能做到这样 我觉得女人做的东西 比较简单你知道吗 你要听你丈夫的话 顺服你的丈夫就可以了 不过如果是丈夫 可以完完全全爱妻子 爱到可以为她死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那种很传统 上帝赐给我们的婚姻的高度 其实是我们追求的 不好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是我们人做不到 做不到的时候 当你很爱你的丈夫 你很想听她的话 如果问题是 她都是意味着欺负你 她就是欺负你 她不懂得爱你 这样的话就委屈秋圈 就这样 你每个月赚100万 有没有给我50万 已经去到最低了 如果当你用物质来衡量的时候 所以当物质来衡量 都量不到的时候 就看你要不要走下去 这样的东西 是的 我们之前也谈过 就是说 婚姻是什么 其实婚姻爱情的本质 就是男女的肉体之爱 和刚才永乐老师讲的 这个上帝之爱 就是一个宗教性的 这个上帝之爱 就我们一直都是在这样子 灌输我们的后代 或者是我们今天的社会 都教大家如何如何如何的恩爱 但是也正和这个永乐老师讲的一样很不幸 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按照这个轨迹走 而且离这个轨迹可以说是越来越远了 越来越远了 所以说今天人们来谈到婚姻的时候呢 几乎是先不说爱这件事情 先说你们有没有可能在经济上能够生活在一起 那之前才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你比如说在上海 上海如果要结婚的话 这个女房一定要要求男方 那有房子有车 有房有车 这两个最基本的要求 上海一套房子少说要一百多万 这是最便宜的 贵的要两三百万四五百万 那一辆车稍微好一点的 也要五十万八十万人民币 稍微可以有一个车 所以这个对一个工薪阶层的年轻人来讲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给到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已经成为约束 就是上海人有婚姻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但是同样的东西 你拿到马来西亚来 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 但是我相信 特别是在华人社会里面 可能还是有个最低的价码 我不知道是什么 可能你们比我更清楚 比如说对房子有没有要求 对车有没有要求 可能是不是有个最低的价码 甚至是聘礼是不是会有一个最低的价码 所以当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那你怎么告诉我 那个上帝之爱就是爱你的妻子 爱你的丈夫 爱到死至死都不愿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现实中的不逊 就是我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看法 我们再请苏和你的看法又怎么样 听到我们都在讲这件事情 你的脉没打开苏和 对不起因为刚才非常的吵 我在附近他们做他们修装修物资 刚刚我是听了那个永乐 他讲的那个就是说 当一个太太一定要去听丈夫的话 要叫丈夫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是觉得说 这一个呢 他是要双方面的 可是往往如果我们相信 这圣经所讲的 我去follow 真的是相信我的丈夫所讲的话 我相信我受伤害的将会是我 因为我们不是上帝 所以我也很难去follow这样子的一个条文去做 因为我要保护我自己 从我们看到的周围的人的婚姻生活里面 真的如果你相信这一点的话 你全部都相信你 就听你的丈夫的话 我告诉你 你将会死得很惨 对不起啊 所以老师才选择单身啊 我本身也是做不到 所以我也是选择单身 对 ok 我们都问题就是容易遇到对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 对啊 可是我还是认为 我永远不可能会有对的人出现的 你只要模式还是说没有改变的话 你的遭遇第一阵的 第二阵的 我看那个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可以 我这里我有点想要补充一下的 就是因为我们把婚姻 这两个字放下了 ok 所以我们找的是一个灵魂伴侣 某程度上可以这样子说 如果这个灵魂伴侣一直没有出现 那就自己和自己做伴侣 ok 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不排除恋爱的 那是因为已经放下了婚姻 那为什么还要去抢求 所以就是因为 有些程度上因为负责任而害怕负责任 或者是因为很尊重婚姻 那么我们更加不可能去破坏婚姻的原本的美好 就好像刚才老师讲出那个重点 因为他是基督教徒 所以在基督教徒里面他们觉得 婚姻应该是这么完美的 太完美了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 从我这个角度 我太熟悉人性的丑陋 这个丑陋给我一边挖 一边走着我的人生的时候 一边我就挖着人家的丑陋 我不是无限放大 而是我完全把他们的丑陋 列为理所当然的时候 那么我还需要婚姻了 其实我们知道婚姻本身是很神圣的 不应该去碰 因为在你还没有遇到这个灵魂伴侣的时候 你去碰 那等于是什么 好像好像中间的西族 就毁了婚姻在我心 毁了婚姻在我心目中那个美好 所以人家很多女人 外面的女人很多会说 这个老公不行不离婚 一子罢了吗 那为什么曾几何时 我们的婚姻是沦落到 变成了一子婚姻 或者是物质婚姻 有必要吗 既然我们都认为没必要 我们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不要去抢求 不抢求就可以放下婚姻 已经这个包覆了 不是讲传统还是不传统 也不是说要求或者是条件 这些都是通通对我来讲 都是身外污来的 最主要还是回到来精神上 那个观点 三观我们合不合 哪怕我80岁 我还是可以享受恋爱 80岁有一个老人家 80岁他讲的 他讲的一路上 突然间爱上我了 他90岁 我可以的 我还是可以恋爱的 如果那时候我30岁 那我不能够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要死恋恋了 我要死恋恋了 你明白吗 恋爱可以一辈子 都要等到那个人 等不到那个人 也没有亏啊 因为我起码我尊重婚姻本质 我是尊重了 我在我经理念的价值观 是我尊重了婚姻的本质 我没有去破坏它 我也没有去 我尊重你结婚 我也尊重你不结婚 我没有破坏你 我也没有墙壁你 我也没有对外讲 单身万岁 单身万华 单身很快乐 你们不应该结婚 结婚是怎样 那个才是bullshit的 对我来讲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 他们需要 你去咯 反正受伤害的不是我 到最后破坏婚姻的也不是我 可以是你 可以是你的老公 或是可以是你的老婆 那个人不是我 做错事情的不是我 你不是去咯 人生有他必经之路 这条必经之路 过程都是他们自己是主角 不是我 所以我没资格去建设 或者去 批判人家的婚姻 有问题就解决 只是对我来讲 婚姻是一个怎样的角度 对我来讲 婚姻是神圣的 当决定要结婚的时候 就要问自己 你可能将来会面对些什么 很严重的问题 包括他突然 有小三 对女人来讲 他是有小三 你会不会因为小三 你转身而走 还是你拿把刀 或者剪刀剪掉他的 或者是这个是比较暴力 但是真的是发生着 或者是你为了孩子而留下 你自己要有自己的价值观 你去平衡 我到底应不应该走 那个是你当时的心情 或者是你当时的需求 现在谈我不知道 很多人给不到答案的 很矛盾的 因为这个是清古以来都是很矛盾的 小三 又或者是我不要小三 好像这一次COVID 突然间另一半死掉了 然后自己又被锁在家里 精神压力 孩子压力 另外一半又中了 死掉了 他们怎样过 你可以依靠他 但是你不能够依赖他 你依赖了他 当他在你的身边消失了过后 你又怎样来过 这些都是婚姻之前 必须要想清楚的 刚才我一开始 我刚才一开始说了 那个要讲的是年龄层 二十多岁 十多岁的 一定想要结婚的 当他的人生越历越来越丰富 婚姻不是他的必须平良 好 那个 那个 睡在某个逼配很不习惯 对 对 刚才我们讲了 我们讲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这个差异 最近又带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年龄之间的这个差异 那么比如说四十岁左右或者四十到五十岁之间的人还没有结婚的人的想法 和二十几岁三十岁的人还没有结婚的人的这个想法是有差别的 这两部分是有差别的 有好几个原因的差别 一个原因的差别就是说四十多岁的人可能他已经对人生有一定的历恋了 有一定认知了 有一定认识了 然后他如果要塌进一段婚姻之前 他会很成熟的来考虑我是不是准备好了要塌进这段婚姻 哪怕我有我喜欢上的人 我恋上的人 但是我要塌进这段婚姻的时候呢 可能会面对种种的问题 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生子啊 序后啊 教育孩子啊 甚至老公出轨啊 有小三啊 所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先要需要想好 当我们现在需要想好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连对策都要先把它想好 如果连对策想要把它想好的话 那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想到 我们在这段婚姻里面我们能不能有这个经济掌控权对吧 那因为你没有经济掌控权你所有的这些应对方式也都是纸上盘兵的 是做不到什么东西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跟二三十岁的年龄段的人是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二三十岁的人他就可以哎呀你还没有结婚你就谈离婚 我那时候我前些天我放了一个贴 一大堆人就说啊你这是三不些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为什么不能让二三十岁的人就提前想四五十岁的人想的那个问题呢 这是这是第一个我们我们线上也有朋友对这个事情提出一些看法 有朋友在说婚姻呢其实是让两个不同成长背景的人在一个过程中间的相互的去磨合 我并不反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但是你让他去磨合的话 无非也是两个结果就是第一身磨合的越来越好 第二身磨合的一塌糊涂对吧 就磨合到最后就只有一手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一定的我觉得OK 没关系 但是你在去做这个磨合之前你想清楚磨合成功了 恭喜你 磨合失败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所以还是回到那个点 基本的那个点 那我们请邱子 你看看就是说我们提出来这些东西 我个人觉得呢 是心灵层面的排第二 第一个层面你要考虑的还是经济层面 第一个要考虑的是经济层面 然后在心灵这个层面或者情感爱情的这个层面的话呢 可能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 你怎么看 我这样子看 我觉得我刚才听了一轮你们每个人的表达 那对我来讲呢 很感动我的就是永乐老师的表达 我觉得那个就是婚姻最主要的目的 它一点都跟物质世界 如果一个宗教它进得起千年的考验 宗教的教育它就是有它的一个精神性存在 所谓的精神性存在就是一种中性感 它无论到哪一个时代 那都是人类渴望的东西 就是精神上 或者是心灵 是同样的东西 那么说了就是说 如果是我们基督教的文字 任何宗教都一样 说的是说 丈夫要像爱教会这样子爱她的家庭和妻子 妻子要听从丈夫的 我觉得这真的我听起来 刚刚这个什么永乐老师在表达的时候 我知道永乐老师在演那种恭敬 谦卑 臣服里面 臣服在什么里面 不是基督 也不是上帝 是臣服在爱里面 那我们要知道婚姻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臣服在爱里面 自我 你就不用结婚 如果你要自我 你就不用结婚 所以臣服在爱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把你的自我扩大一点 扩大一点 尤其是你为人夫 为人妇 这就是我们主要成长的地方 然后社会所面对的 无论是金钱 无论任何的苦难和程序 那都是因为我们愿意成长 我们愿意事后上帝 或者是事后爱 事后我们自己的初心 最初 因为我们想结婚的初心 而我们愿意商讨 愿意调恨 这就是我觉得人类最美的价值 所以你说你要把物质先放在前面 或者是 rule and regulation 先放在前面 还是妨碍放在前面呢 这个东西一笔之下 你就很清楚了 对吧? 确实 我看到听众上面有一个人提出的问题 他问我们老师 各位 但是我把这个问题就抛给你了 他说各位老师 女人有智慧有学问 又有美貌有气质 所以你就别说重复结婚也重复恋爱 你怎么说 她的意思我感觉就是说 如果女人已经是有美貌 有气质 然后她还没有结婚 那是有问题的 问题在哪呢? 我觉得有的 比如说我所知道的是 有一些女性是这样 当她自私过高 就是她认为自己的品质很好 那么这是让她很恐惧 她失去她原有的品质 可是事实上你会发现到 无论你的聪明才智 无论你的容貌 都会自见衰老 你能提升的是什么? 唯一的就是你的爱和灵魂 我觉得有一个顺口理我不会说 她说二三十岁的时候你性是比什么 四五十岁的时候你性是比什么 可是到六七十岁的时候你比什么 你比智慧 比你有没有爱 然后你死的那一天你比什么 不是钱多 丈夫有多帅 孩子有多跳顺 而是你爱的人是否在身边 然后你爱的人是否都在 然后爱你的人是否都在 我觉得这是最美的一种死亡 也是最美的一种人生 我不会说 哎呀我银行里面有多少个零 或是我产业有多少个 然后我的孩子们 我有没有分到很多 或者是我的妻子们 是否都对忠于我 我觉得这都不重要了 所以一个人怎么样活出精神的品质 是很重要 然后在这里我想 听众也好 是我们大家这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上堆下雀 上堆就是堆东西 下雀就是一个石头旁 和一个窃东西的窃 然后我们如果有分持 是我们要把精神往上堆 我们当初的初衷是什么 结婚和做生意 作为姐妹 作为兄弟 我们的初衷是什么 然后我们初衷 往上堆是没有分持的 分持是往往是下去的过程中 我用我的想法 我觉得坐巴士去新加坡最好 你认为骑脚车比较浪漫 而我们就在这里打架 然后我这个关于是我们的成长背景 和三观 所以很多时候 爱明明是有的 后来为什么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看的是看自己里面 你用的方法 你想的东西 是不是把自己宽死了 也把对方宽死了 然后为什么宽死了 为什么这么没有爱 没有创造力 那么上帝是什么 上帝能创造很多东西 这就是我们里面本来的创造力 我暂时拉回来一下 我们又掉进那个线点了 就是我们就在谈 其实我只是借那个口号 都是因为感情没有理解 都有什么问题 都是因为感情没有沟通 有什么问题 都是因为感情没有很好的处理 简单来说 我们简单粗暴一点 简单粗暴一点 就是说 在一段婚姻里面 什么是最重要的 是精神上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还是物质上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是大师的角度 也可以从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份调查在说 就是有爱情更好 他对这个问题的干嘛 有爱情更好 但要先拥有面包 如果你没有先拥有面包的话 那个爱情 那个都是虚无缥缈的名字 肯定啊 肯定啊 爱情面包都一样重要的 你不可能这样子 我先给君清 你来回答我一下 就是爱情和面包一样重要呢 还是有其中一个更重要 我是觉得一样重要 因为爱 我可以通过网络 通过手机 哪怕我爱一只狗 一个人都好可以远距离的 但是我生活在现实中 婚姻就是现实中的爱咯 所以不可以缺少一样的 不是说我 我不是说有了爱 这样为什么我还要婚姻呢 有爱我可以有一个远距离 哪怕他在英国也是可以和他恋爱啊 因为这个不是不牵涉到那个面包了 但是当我踏入婚姻的时候 这两个人一起生活 那我没办法不向现实低头啊 我解释一下你所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爱可以发生在A 但是B 这个物质可以发生在B 它不一定是A和B的组合 但是婚姻就是A和B的组合 A和B可以分开看 但是婚姻就是A和B的组合 缺一不可 这个是现实问题 我们是人类啊 我们不是虚无飘无的 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类 我们需要吃饭的 这个非常好 我也非常满意这个解释 就是说很多人 很多人的婚姻出现问题 或者很多人不结婚 都是因为A要么出问题了 要么B出问题了 对吗 也不是A和B 就是说要么精神 要么是物质上出问题了 对吧 首先物质上出问题了的话 也可以导致离婚的 也可以导致人家可能不结婚的 如果是物质上出了问题 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有婚姻的话 你不可能抛开物质来单谈精神 是没有可能的 是吗 对 但是如果你要在一个婚姻里面的话 你就必须物质跟精神一起谈 要不然你就不要在婚姻里面 那你只要你不在婚姻里面 你就可以把物质和精神分开谈 对 对吧 就是你同意这种说法 对啊 所以我讲我们需要恋爱 ok 我可以到巴士随着恋爱 但是我不一定要需要婚姻 这样子我们就创造了一个更多的选择 就是说ok 我可以 暂时只选择精神 我不选择物质 那我就不在婚姻里面就好了 对吗 那我就精神 怎么怎么怎么都可以了 对不对 你相对你的自由度就大了 对吗 那你要是追求物质的话 你碰到一个喜欢的人 你也看看合适不合适 不合适的话 我就不会跟他走进婚姻 如果合适的话 然后再来说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选择 好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点进入状态了 到现在一个小时之后我们才进入状态 书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是指说 刚刚我们讲到这个精神 在一个婚姻里面精神上和物质上 爱情重要还是面包重要还是必须两个都有 或者是 我倒是没有去考虑什么精神啊物质啊 我都没有考虑 我考虑的是我们的三观 或者是我们的思想观念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可以配合 不是说一样可以配合 我觉得那种思想观念才是很重要的 你政神有 你那个物质也有 但是你的那个思想观念如果不能够配合的话 你的那个婚姻也是完蛋的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很难呆下去的 对 我现在抛个问题给大家 就是说在一个婚姻里面 外界原因不是这个性的差别 但是男性的经济压力在一段婚姻里面 他会明显的大于女性 女性更看重的是有适合的对象 就是他爱不爱可能是更重要 但是男性他一旦要走进婚姻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很大的这个经济的压力 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问题 那这个再有一些人他会觉得经济独立呢 还是就是婚姻的一个基础 但是大部分的婚姻我观察到 其实可能不存在经济独立的问题 因为你们夫妻之间的经济呢 就必须要绑在一起 我不知道这两种观点呢 你们怎么看 先我们请永乐老师 你看你怎么看这两个问题 第一男性的压力在婚姻里面会大 第二这个在婚姻里面 其实已经没有真正的经济 我把你的第一题跟第二题一起答 就是我是觉得关联的 我记得我跟俊欣呢 在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直播里面 我们有谈到就是说 其实女人跟男人比哦 男人是更需要爱情的 更想往爱情的 所以刚才你讲哦 爱情和面包哦 就是在婚姻里面哪一个重要 OK我们答案 答案是两个一样重要的嘛 我们都四五十岁的人 不可能这样天真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以我这五十多年来的观察哦 当一个男人他有爱情的时候啊 他自然而然会有面包的哦 如果那个是爱情的话 为什么呢 男子哦 会 我是老师 我看我的学生哦 可能那些很黑的男生哦 当他有他喜欢的女孩子 然后他喜欢的女孩子 有respond他的追求哦 又或者是 他喜欢的女孩子 有跟他谈恋爱哦 他就会考虑他的未来了 他未来要怎样规划 他本来是可能驾车快快的 他就会slow down了 他会珍惜他的生命 他会开始存钱赚钱了 所以有爱情哦 如果那是真的爱情的话 一定会有面包的 所以爱情跟面包是没有冲突的 很多 你看拿伯仁为什么会拿天下 就是因为有Jacqueline嘛 就是因为他的天下 我是觉得以我观察 我的学生谈了恋爱的那种 那种改变啊 那种改变啊 那种积极啊 那种准备组织家庭 想往未来 改善自己经济 经济状况的情况哦 有爱情一定有面包的 所以你告诉我有爱情没有面包 那是谎话的 就是说他的面包可能一开始是很小 他会越来越大的 两个人一起努力会越来越大的 这样的东西 就是看到两个人怎么相处罢了 所以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的咯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刚才你有讲到一个例子 就是说 有一个空姐讲 就是说很多女子结婚的 就是好像打抢这样 就是可能 我的理解就是可能离婚了之后啊 分了财产等等 所以可能你讲的对 有一些女孩子可能她成长的岁月跟背景 让她知道钱物质的很重要 就是那个钱抓在自己手上是最稳的 什么都夹 OK 这些女孩子可能她成长岁月等等 告诉她这样 可能一种情况的受伤 可能她付出很多 就像好像有些女孩子 她嫁给她丈夫 可能她不是为了她的钱 她可能就是很多 我相信我周围有很多女孩子 好像我学生这样啊 就是开始谈恋爱之后 每天WhatsApp早安午安晚安 这很重要的 这代表你谈恋爱了这样东西 所以如果你不接受那个人的恋爱的话 千万不要回他早安午安晚安 就不要给他机会这样东西 所以你要知道 哎呦 难怪有些人嘴嘴下 不见去原来早安午安晚 这么严重的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我讲的是说 如果是说一种情况 女孩子是追求这些东西的 因为你一醒来 记得跟我讲早安 不是那个早安 就是说你一醒来 就心里有我 这样的东西 你要知道很多男子 他追到了之后呢 这女孩子呢 就是属于他的了 他的财产 他就把他晾在家里了 所以那个女孩子 可能久而久之 他丈夫出去 本来讲9点回来的 12点还没有回来 打电话去中骂 我在谈生意啊 一直来追我 我在我兄弟面前挤难看啊 所以他当初追求的爱情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呢 就low到什么程度 就看咯 你赚多少钱 你有分一半给我嘛 所以那些所谓的打抢哦 可能是一种受伤嘛 受伤他在这样的伤 我稍微解释一下 永乐老师 这个不是我所讲到的case 不是因为什么才产生这种 对对对对对 我对这些人的行为 那是因为什么 那种这样的设想 一种设想 就是说他真的 他的态度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物质的 刚才我讲了 又或者是他的成长岁月 导致他这么物质 还有一种情况是 他可能本来都没有这么物质的 不过我已经去到 我打一个电话给你 都中你妈的时候哦 我是不是想抓住一些东西 你出去外面 你brother比我重要 然后你的时间 完全不能给我 你的早安午安晚安 完全没有了 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 然后我是不是要抓一些东西 我在抓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可能到最后的时候 就抓那个物质咯 我抓那个物质的时候 我的面子我要的吗 我就去跟他讲 哎呀他有钱 我跟他离婚了 我有钱 所以这些说法可能是 他在掩饰他的受伤 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有的可能性都有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当然精神层面是重要的 当你去到最后没有的时候 你抓物质 你就只能抓物质 这样东西 那是非常糟糕了 这样子的婚姻是非常糟糕了 对对对 所以一种情况就是说 就好像刚才周老师讲的 就是三观 因为有时是一种情况 像我的家庭背景 我的家教就是说 我们去哪里都要交代的 你打个比方啊 像我的情况就是说 我去哪里 我一定要打电话跟我家人讲的 然后呢就好像 以前就是小时候 就是朋友来探访我 他回家了 我们一定要打一个电话 问他是不是到家了 这是我的家教 他有发现这种家教 并不是每一个人有的 有些人就是说 你多打一通电话 觉得你很烦 你在管他 你凭什么管他 OK 这就是所谓三观不合 不是他的成长背景 没有这样教他 我的成长背景 是这样教我 所以呢 我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遇到另外一种人 我的爱跟关心 对他来讲是一种 一种耶稣管教 管教等等 这个就叫三观不合了 不合的话呢 你再相爱都好 你不可能相处下去的 因为你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 有了 有了 你讲到不合 不合 然后呢 分手是一种祝福 我分手 我不必 我的爱去到你那边 就变大便这样 我可能我可以给 然后你 你遇到我 我整个人对你的爱跟关心 你一看到我就是讨厌 那么分手 你去祝福跟你一样的人 你去 然后我呢 可以去可能找跟我一样的人 所以分手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分手是可能对彼此的一个更相爱 就承认我们不适合了 然后承认我们不适合 然后我们分手是对彼此的祝福 那也不是一个坏事 其实 OK 那其实我听永乐老师你这么讲 我觉得我们的讨论大致已经有了一个结论了 那这个结论呢 基本上就是说 你先别管婚姻好还是不好 关系好还是不好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 你就勇敢的去进入这个婚姻吧 你就结婚吧 那结婚了之后 你 刚才我们的听众也在讲 就是两个不同背景的人 背景的人 他们走到一起 然后你刚才不是讲到不和吗 我马上就想插在这个地方 那不和正常啊 因为两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啊 然后你的三观都不和 然后就怎么样 磨合吧 就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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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到最后 就是我不是说了吗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投过血流嘛 对不对 那可能性一个就是好 一个就是投过血流嘛 那到了投过血流呢 就是有好分手吧 就不要那么那个什么 不要那么记恨对方 然后就好好的把婚给离了就完了 反正 所以我们总结出来呢 人生不就是不过如此而已 就是说你到了那个时候 你就去结婚吧 结婚干嘛 磨合啊 磨合完了之后 如果磨合得好 你很幸运 那磨合不好的话 那你就高高兴兴的去离婚嘛 这也不用太太过于悲伤 高高兴兴 对啊 本来就是高高兴兴的 为什么不能高高兴兴的 你既然都把什么事情都能够讲的那么圆满 为什么不能高高兴兴去离婚 没有啊 你明知道就是不合了之后 就不要走进去吧 浪费大家时间啊 那你明知道要离婚了 还要那么上线干什么 明知道要离婚了就高高兴兴兴 没有没有 加码你误会了 老师说的阶段还是在相处的阶段 还没有进入婚姻的 那在相处的阶段 所以为什么需要怕脱的那个过程 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其实可以 双方面都在暗地里这样子 观察对方到底适不适合进入婚姻的 那相处的时候 你都没有发现到对方 其实不合你不合的 然后你还是硬硬要选择 走入婚姻的话 那么这个责任就是要你自己背了 你自己选择 你自己做的决定来的 所以你看婚姻其实 有些人是因为习惯 多心 我和这个女人已经这么久了 或者是我和这个男人已经这么久了 我很害怕去寻找第二个重新来过 磨合 我也很恐惧 万一下一个磨合 我是真的磨不到 这个起码可以过日子 就结婚了 就是现在外面很多人就是这样就结婚了 然后有些女人就是因为我给了这么多青春 你 然后磨不到我也硬硬要 因为为什么 是因为我已经牺牲了我的青春在你的身上 哪怕他本来他已经都知道 我不可能和你的婚姻长久 就是西北要那一口气 外面的很多女人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脱长时间 谢谢军心 我想大家有空 现在你们也去comment那边去看一下 有些听众的留言 等一下我要请大家来回应一下这个留言 所以刚才也听到了军心 你发表的一些这样子的看法 其实也在我刚才总结的范围里面 就是说你有各种的理由 反正你觉得其实就结个婚吧 这个很符合我的一个朋友的做法 我那个朋友就是他也是到了40多岁 后来终于他就找我另外一个朋友 就说我们结婚吧 然后就结了婚 结了婚就办了一个 一个一个婚宴 婚宴之后没多久也就分开了 但是他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开心呢 因为他终于可以告诉他的父母 告诉他其他的朋友说 我结了婚了 我终于我把我嫁出去了 他的想法 我用几十钱来换一个这样子的 用几十钱来办一个婚宴了 过后然后离婚 我觉得很不划算 对这个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有的人是觉得不妨碗 有的人觉得他人生已经经历了 经历过了 所以他不会再有那种羞耻感或者羞辱感 因为有的时候他没有结婚的话 在可能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下面是不被看好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还相对比较包容 就是说你不结婚你是个圣女 就是什么 没关系就很包容了 现在这个事 如果是别的社会可能还没有这样子的包容 他刚才没有回答到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我又不明白 那我又不明白他们的道德观 没有结婚不曾结过婚 如果他们自己觉得他是等于不需要去交 他需要给自己一个人生的一个交代 给结婚给自己人生一个交代 那么离婚就变成了他人生这个交代里面的一个污点 可以这样子说吗 为什么他们看不到这一个分别在哪里呢 为什么要在我的人生里面 因为我的人生的一个交代 而惹上了这个污点呢 我又不明白他们的价值观是怎样多 是不是我有问题 这个字可能稍微重了一点 可能稍微重了一点 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是很 就像买一辆车 是一个污点来的 买一辆车 对对对 还没到站就下车了 你说他是不是污点 他只是这么而已 对吧 那是因为那是大巴士 你下车就不要去买一辆车 不是不是 因为那是一个 你的例子用错了 婚姻是一辈子的对我来说 但我没有 如果我在做这个一辈子的决定之前 我会因为有某些东西 会伤害自己 这个情形就变成了 你用一个仪式感来伤害自己的感情 如果我们说婚姻是一辈子的话 我觉得在婚姻里面压力比较大 这个我比较贴我们今天晚上的题目 因为他男性有一个责任 就是要扛起这个家 要顶天立地 这个观念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这个我刚才一直想回答你这个问题的 除非你容许你的孩子不跟你信 你就不用扛这个责任 很简单吗 很正常啊 现在很多地方都跟母亲信 没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跟母亲信 你就不用养家活口了 你就没有这个压力咯 谁要养 谁要传宗接代的不是女人 女人只是被关书 我是要为我的丈夫生孩子 对不对 我也听着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他们的男人 你就应该是顶天立地 你就应该是养家活口的 我听出来了 你的意思还是这个意思 不是 我是觉得是公平公正 当我的孩子 明明是我们两个DNA结合的 但是我的孩子 不是跟我信 而跟你信 那么你就在某程度上 你又必要付出 你应该付出的 包括经济 然后第二就是身体 身体状况 身体女人都是比较弱小的 能力什么都是比较弱的 那么男生 你就是应该扛起这一个责任 顶天立地 这个是应该的 因为我和你的DNA 明明是二分之一的 但是社会不容许他跟我信 当他跟我信的时候 这个男的面对的压力比我更大 因为什么他入罪了 因为他跟我信了 这个是道德观念 他入罪了 那么他可以放下这一个所谓的尊严 他放不下 既然他放不下 那么情况就要公平一点 你去扛责任 对我来讲 这是公平公正的一个 不算是交易或者是 价值就是在那边 男女是不可能平等的 对我来讲 没有平等可言的 男女之间 但是在分这个责任或者是 或者是压力之前 你帮女人分担 那女人是拿着生命危险去生癌子 所以你就扛起经济这块压力 很辛苦你吗? 我会这样子问 对不对?公平 我只取你的含义就是 男子必须是家里的顶良度 或者换句话说 传统的说法 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 你负责赚钱 我负责照顾孩子 这也是比较一个传统的说法 那过去男的可能还扛得起 今天我发现很多地方 很多男人可能已经扛不起 需要两个人一起扛 你们怎么看这样子的这个情况? 苏和你好久没说话了 我觉得是大家一起商量的 之前我不是有说过吗? 我觉得军心讲的东西 我觉得我很同意他说的 因为你生出来的孩子要你的信 你认为说住罪的话 比如说我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 那我要的是我的这个孩子信 我的信你不同意 那你不同意的话变成是你的信 那你把整个家扛起来 那你经济方面你做一个顶天地地的男人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道理 有他的道理存在 所以这个是我的看法 所以他是商量的 婚礼里面一定要商量的 他没有所谓的 男人一定要顶天地地 一定要把那个家扛起来 没有 而是说我们来做一个协调 那孩子你以为是你的 一定要生你的信 一定要跟你的信的话 你扛起这个家是理所当然的 非常有趣 所以我们谈到了这个东西 我还是有一个发现 就是我们传统的观念 传统的想法 是不容易被另外一种想法所取代的 但是也逐渐逐渐地受到了一些侵蚀 一些社会现实的这些侵蚀 一定会有所改变的 我做一下补充好吗 我做一下补充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性学的训练里面 当然也是会叫我们去除掉 所谓的性别的刻板印象 那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 我自己身边的 我自己身边的这些个案 我觉得有很多种方式的 就有些甚至是太太在养家 然后丈夫是在家里做饭 然后照顾小孩 可是这样子的丈夫 她里面也充满了愤怒 所以其实我要说是女人 其实相当吃力不讨好的 虽然那个女的愿意扛了 她回来还是要做一个妈妈的任务 经济上还做了 关心小孩啊 做饭 管工人也都是她 可是先生还会说 你没给我面子 你怎么可以比我强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 当我们在讲到男女这一块的时候 男女好好去认知自己的人性 然后当如果你结婚 我还是回到 永乐老师大概讲的一个初衷 你干嘛要结婚 当你要结婚 就是因为你愿意扛 作为一个丈夫和一个 一个父亲 然后不是你扛而已 你连太太也在扛 每个孩子十月怀胎 伤的是身体 伤的是心 还要出来陪先生一起扛 工作分担那个经济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边 男人和女人 如果他们真的是结婚 真的是想爱在一个家庭 他们里边有更多的皮脂的心疼 我觉得那叫做爱 我觉得我也不会说用一些 男人你就应该顶天立地 男人你就不可以哭 你就不可以生病 没有这回事 所以男人有他最脆弱部分讲真的 如果他回来 他不能跟太太表达 不能跟太太申诉 社会哪里还有永生之地 可是一个先生 当他可以回来 跟他的太太表达 他的脆弱地方 你也要知道 你不是找妈 也不是找母牛 你在这里掉完你的眼泪之后 你就是准备出去战斗 而并非让你说 你就依赖这个女人 又要喝奶 然后又要怪这个奶不够 那我觉得就有病了 所以这为什么我们叫做聚隐性现象 就是一种心理病态 是社会的现象 男人怎么做都是悲哀 看来是 我觉得女性都有 女人怎么做也是一样悲哀 对 所以大家一起学习 大家没差 然后大家也没好到哪里去 大家都拿掉 尤其是婚姻 拿掉那个幻象 不想长大 想做小公主或是小王子 然后大家一起去 细手恭敬 然后学习长大 那才是最大的精神来源 我觉得讲真的 真正的爱 讲真的在宗教 上帝都给不到你 是上帝和宗教 是透过你的伴侣 透过你自己 来把这个上帝或者是挨火出来 是 那有谁来回应一下那个听众的那些留言 我看不到留言 我用手机看不到留言 为什么要以归类谁的信誓来判 就是说还有周老师还有俊行有讲 说因为跟男子的信 所以我用那个角度去看 你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 创世纪的时候 如果根据创世纪 上帝是造了男人才造女人 而且他造女人之前 他是讲说 因为Adam在伊甸岩的时候 一个人 他找一个人来帮他 所以换句话说 女人是来帮男人的 从这个角度去看 就是说女人的能力是比男人强的 这是有一个弟兄帮我解释 所以一堆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不会有心理病的 他们很开心 夜活夜开心的 一堆男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只要没有女人 他们就会渐渐生病 因为如果你看回圣经 女人的能力是比男人强的 而且你看历史的长河 其实这也是一个弟兄跟我讲 建构经济活动的是女人不是男人 因为男人很多时候都是玩politik打仗 都是花钱的 女人做什么去采集 缝纫 种植 所以生孩子的也是他 经济活动也是他 我想说不是用 我都没做了 只是顾那个面包了 你都顾不到 我想说不是用孩子的心思去判断 去判断什么男性别 我想说的是公平 这是最后要都是男子能做的 对对对对 对我们讲的是公平 明明那个孩子是两个二分之一 为什么要跟你姓不跟我姓 那就是一个吵架 那么就公平一点 那把责任分担 把压力分担出去了 很正常 我们差不多来到尾声 已经来到尾声了 今天这个讨论 反正是今天看了 看了今天我们节目的观众 他们一定会感受到 男人的压力有多大 你们很轻松的就感受到了 男人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你们未来到底要不要 进入一段婚姻 你们要再三这个 掀量掀量 好我们现在给每个人一个机会 来对今天的课题 要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总结看法 那我们仍然从我们从军心这边开始 好吗 军心他又被神给定步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们有没有 回来了 来 从你这边开始 总结 总结的这个概括 从谁开始我啊 我没有什么总结 就是我还是那句话 我尊重大家 我尊重大家的选择 但是也希望大家 互相尊重了 不要不要把 不要把自己的道德观 往别人身上套 那是很不公平的 因为你不是他生活中的第三者 你没有经历过他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你不能够硬硬把自己的道德观 就套在人家身上 觉得人家是错的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 哪怕在混音爱情也一样 啊 好 永乐老师 到你了 混音啊 混音是很美好的 如果遇到对的人呢 就赶快结婚 如果没有遇到对的人呢 就不要委屈自己 就这样 好 那我们其实 用在这个题目上啊 我们的题目是 成家序后 育子继承 婚姻只图一个类字 再给一次机会 永乐老师 你再来说说 对这个东西 有一个最直接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那百德 刚讲了 嗯 就这样子 就是 婚姻是很美好的 遇到对的人呢 就赶快结婚 如果没有遇到对的人呢 就不要委屈自己 那我听出来 我听出来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东西呢 其实 没有什么需要考虑的 什么 序后啊 育子啊 继承啊 这类的东西 家庭所事不是大问题 最重要的是 你的那一半 对你的感情怎么样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OK 好 明白了 那 秋子 你来 我的感觉是说 如果男女本身 他们婚姻是有准备好 要有一个家庭 这就是甜蜜的负担 那么如果是他们 并不想有这种甜蜜的负担 就过好自己两个人世界 所以那个类或是那个破类 它其实不会 因为两个人是省了很多钱 你住房车都可以 都可以只有一个 就省了另一部分钱 然后两个人一起生活 如果够相爱的话 其实又省了更多的钱 然后又有人陪伴的情况下 你身心比较健康 就没有那些精神 或者是身体上的病痛 就算是有病痛也好 因为如果有爱 你身体会自然产生安肥胎 都会省了很多医药费 所以我这种 婚姻是否给你带来更大的负担 它到底是甜蜜的负担 还是快乐的负担 是在于你的心理素质的 一个成长和变化 那我基本上在 你的这个说法就是 其实婚姻是美好的 那些东西也只不过是 一个甜蜜的负担 基本上就是 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 不会 不是这样 是你心理素质的问题 如果你心理素质没有 那就是一个痛苦 非常痛苦的负担 可是如果 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 以什么作为一个衡量 沟通 沟通 了解自己 了解对方 然后懂得疼惜彼此 尊重彼此这个生命 这就是男女可以开始 对话的开始 可是你心要懂得跟自己对话 哦 那就是说 大部分离婚的人 都没懂得怎么对话 你总是这样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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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不是有嘴巴 不是有嘴巴 就会说话 不是有嘴巴 就会说话 真的 真的 耶 很快 好 现在来 是 OK 我就回答一下 刚才讲的那个姓氏的问题 那个姓氏的问题 上一期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 在马来西亚很少说 华人 特别是华人这个社会的话 你要他 这个孩子跟母性的话 很多人都还有那种大男人主义的那种心态出现 可是在台湾他们正在婚姻里面都有一个协议的 这个孩子 就是婚前协议 这个孩子是归谁的姓 你已经讲得很清楚 可以是 第一个是我的姓 第二个你的姓 第三个我的姓 第四个你的姓 同样的爸爸妈妈 生出来的孩子 都是会有不一样的姓氏存在 因为那边台湾他的女性主义比较强 而且他的那个性别平等 也比较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平等 而我们这边是比较落后十多二十年的 所以慢慢我们这里的社会 华人社会 还是会走向台湾一样的 所以这个姓氏的问题 其实就像军心讲的 就是公平的问题存在 就是这样 好的 如果有一天我有孩子的话 他跟我姓的话 他跟我姓 然后我的孩子 我愿意养家我跟你讲 哈哈哈 真的 是的 只要跟你信就可以了 是吧 你就养家了 对呀 要求都不高 哈哈哈 好 我们时间已经过了 今天就谢谢各位 我们讨论的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热烈 下一期的也是我们这几个人 下一期的题目应该是 我没记错应该是 从小就憧憬这个爱情的这个情话 结果长大了之后还是出轨 那这我们是预告一下下一期的这个题目 好吗 今天谢谢各位的参与 我们也谢谢这个听众 跟我们到这个我们节目直播的最后 谢谢 晚安 downward 参与 参与